全身穿著防護衣的人員病房內仔細清消 高雄長庚醫院有內科醫師確診 院方大動作清消 也要求相關的人員進行篩檢 但是緊張的狀況不只在高雄長庚 深夜的高一大門口 常常的排隊隊伍 從自由路的大門延伸到石泉路上 路過的民眾看了都心怕怕 為什麼突然會有這樣多人 而且他們前進的方向 都是往篩檢站 原來四月十二號 兩大醫學中心前後確認緊急狀況 在高一部分 急診有確診者足跡 加上醫護人員有感染疑慮 院方馬上決定跨部門 九百多人通通都叫回來篩檢 而高雄的長庚 是有內科醫師休假期間 有北部的旅遊室 反假後出現了不適症狀 上班第一天馬上篩檢確認染疫 半天的時間最少兩百人匡列篩檢 兩大醫學中心拉警報 但是最讓疫調人員擔心的是 北上參加阿妹演唱會的民眾 四位裡面有三位 他們是彼此認識 其中一位是不認識 人時地的時間點 有重疊的大概就是在小巨蛋 四月十三日高雄本土案例 共有五十名 其中有五人和演唱會相關 有兩組人馬互不認識 但是四月八號都參加了演唱會 座位就落在黃二D和紅二C 而另外的一人他沒去演唱會 但是和參加演唱會的歌迷接觸過 擔心密閉空間造成傳染 要求足跡重疊的民眾 快去篩檢 除了請足跡重疊的人篩檢 也希望透過中央取得相關資料 匡列民眾及時阻斷 可能的擴散 三天新聞薛仁鴻 朱宇榮高雄報導 我超過小巨蛋 詞 poison